大家好,我们今天接到一个监控 他监控说什么呢 说是插了24V电 他就没动静了 他的监控也烧了 录像机也烧了 然后硬盘也烧了 硬盘电机损坏 刺头也打坏掉了 因为他瞬间电流太大了 电压也高出我们正常的监控一倍的电压 我们监控一般都是12V的 我们通过取重系统 做完镜像后用取证系统 给他恢复数据 我们正在恢复当中 我们看一下恢复效果怎么样 也给客户验证过了 有客户有效的录像 我们看一下 然后监控 我们也找到他的监控了 所以说都能正常播放 还可以 因为他只是硬盘损坏 我们看一下恢复的效果 我们给他恢复到这里边 因为他这个监控的时间 就是录像机的时间不准 所以董哥全部给他恢复出来 让自己去挑 我们要选择一个打开的播放器 随便往下边找一个 看看他有没有他接近的时间的 这是7月26号的 我们再找一下 所以说监控这个东西 我们使用的时候过程中 7月29号 那后边还很多的 我们现在只恢复了一部分 现在还有 还有两个多T的数据 扫着呢 好了 本视频到这 监控录像 其实 为什么我们要做完镜像 再重新提取一次 因为监控录像 都是每个视频 它是加密的 我们必须解密 他这个连解密也在提取 好 本视频到这 再见 拜拜